琉球群岛一个令人感慨和痛惜的地方 如果不是因为此次琉球的主权问题引发热议 恐怕已经很少人能记得这个曾属于我们中国的故土了 是的 如今的地图上已经无法看到琉球群岛相关的信息了 因为这串岛屿已经被他国改成了其他地名 但是 当我们翻开历史就会发现 曾经的琉球群岛不仅是我国的一部分 更是与我国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渊源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几乎被国人遗忘的地方 琉球群岛 琉球群岛位于我国东海外围 是太平洋西部的一串岛屿 它有24个有人岛和36个无人岛 以及若干无名岛礁组成 北至日本的九州岛 南至我国的台湾海域 整体形状呈现出弧形 绵延长达1000多公里 陆地面积为3611.08平方公里 从地图上就能看到 琉球群岛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 正好位于东亚的中心地带 是连接东亚与东南亚的重要通道 因此这里也被称之为万国金粮 除此之外 琉球群岛的石油天然气等 自然资源储量也是十分丰富的 根据日本近十年 对琉球群岛周边的地质探查 这里蕴藏的天然气石油等资源 几乎能媲美整个日本岛 只可惜 如今在地图上 已经无法看到琉球群岛这个地名了 因为这里已经被日本通过 非法的手段占领 并将琉球群岛改成了冲绳县 但时至今日 冲绳人始终都不承认自己是日本人 他们无时无刻 不再想着独立和自治 而拿回琉球这个名字的想法 在冲绳人心中也从未断绝 那么琉球与我国到底有什么渊源 又是如何被日本强占的呢 根据史书记载 我国早在隋朝时 就发现了远在东海的琉球群岛 因为整个岛群从远处看 就像是一条匍匐在海中的囚龙 于是就有了琉球的说法 直到明朝皇帝赵琉球人来中原接受册封时 才正式将琉球群岛命名为琉球国 并成为了我国的附属国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在成为附属国后 琉球国不仅得到了大量财物的赏赐 明朝还为其输送了大批各行各业的技术人才 如工匠 学者等等 原本贫瘠落后的琉球群岛得到了飞速发展 又借助了中国货物优势 成为了东亚与东南亚之间的商贸中心 但即便如此 在外人看来 琉球国无论是礼仪还是王宫建筑 几乎都是赵湾中原 也难怪后来会被世人称之为小中华呢 不过 即便到了清朝 琉球国也从未间断地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 而历代琉球国王也都是由中原皇帝册封后才能登基 可惜 随着清朝的落寞 琉球也开始变得衰弱 但此时的日本已完成了工业转型 踏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第一站便是毫无防备之意的琉球国 很快日军就攻破了王城 将琉球王室上百余人囚禁了起来 可此时的清廷正处于四面受敌 并且整个发展重心都放在北方 根本无暇顾及远在东海的琉球 无奈 琉球国王只能选择城府日本 并割让了部分岛屿作为赔偿 对于这样的结果 清廷也无力反驳 能维持与琉球的宗帆关系 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当然这样一来 也让日本有了逐步渗透琉球的时间 随着日本的爪牙越深越深 琉球国也知道自己危在旦夕 开始不断地向清廷和国际求援 可清廷的援助计划一拖再拖 直到日本派兵强占了琉球 清廷的援助计划也未能实施 就这样建立 数百年的琉球国彻底被推翻 琉球群岛也被迫更名成了冲绳县 可能有人会问这日本不是在二战中战败了吗 琉球主权为什么没有交出来 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 波斯坦公告中已经明确指出 琉球群岛主权将重归我国 但由于当时我国处于内战中 美国便主张交由联合国托管 但实际控制权却已经在美国手里了 而后为了遏制苏联 美国又暗地里和日本签订了所谓的每日旧金山合约 将本该归还给我国的琉球群岛转交给了日本 事实上 琉球人可并不想变成日本人 反而却对日本恨之入骨 因为在二战中 日本得知战败已无法挽回之时 担心我国会帮助琉球来清算自己 于是对琉球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 26万琉球人民惨遭杀害 其惨烈程度令人发指 这也是为什么琉球人从不承认自己是日本人 甚至十分厌恶 至于我国能否收回琉球 现在恐怕还不到时机 但可以肯定的是 未来琉球的控制权绝不会再落到日本手里 而我国流落在外的土地 必然会一尺一寸的全部收回